我是红叶 我在日本 生活人生 点点滴滴 酸甜苦辣 说给您听 分享 共鸣 陪伴 六边形的魔幻世界 我真做了一个足球 为什么做足球呢 就是因为上期节目 我剪的那六边形 有朋友看了以后 说你这是朝着世界悲剧的吗 这话说的好 启发了我 我本来还没想好要做什么呢 那么我第一个作品 就做一个足球 你看 这不我已经做好了 它给里边冲上空气了 如果冲上空气的话 我这球真可以去踢了 不过这是布的 冲气可能有点困难 得给里边装一个那个橡胶的或者塑料的袋子 装棉花是可以的 戴在头上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样一个足球 要把它做好 其实我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不做不知道 一做长见识 你说这几何 这到底怎么样的 剪出那么多的 刚好能拼出来一个 直径是68到70公分的足球 这你还得好好算呢 你查一查人家说 一个足球是由 20片 那个正六边形 和12片正五边形组成的 那六边形怎么画呀 五边形怎么画呀 这一查都很简单 只要你有一个圆规 有一把尺子 就很方便照着那图画 很简单 但是呢通过做这个呢 你就明白了很多道理 这六边形呢 它是很准确可以画 但是五边形呢 它其实不是绝对的等边 我们想着 那怎么能不绝对呢 就不绝对 所以呢我们做这些事情呀 一旦想好做的话 在做的过程中啊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或者说以前的知识 知道忘了 一复习今天的年龄 和当时那个 上几何课的自己的那种理解 完全不一样 你就会明白很多的道理 哦 怎么想也能想通呀 这六边形呀 六六三十六呀 把这角度能够等分 那你五边形的话 五怎么把三十六三百六十度去分呢 其实你想想也就明白了 我这个人啊 想做事情 一旦决定了 真是会飞起忘时的 六边形五边形做好了 这个纸板 每一个的边长是六公分 看这个我就用这个牛窄裤 我呢 有一个失败 就是说 我是先把这个牛窄裤呢 过去洗好的 我为了做的时候 再把它 从柜子找出来以后 先把那个剪好 剪好 再洗衣机里洗 结果洗的这边 都脱着那样的线了 其实我觉得啊 可以是 不要剪 先洗 洗好了以后再剪 我想这是把那个 不要的都剪掉 你看我刚才按那个规则 现在剪好了这个 我剪的是 六厘米边长的 六厘米边长的 人家标准的是 四点五七 做好一个足球 但是这个有 你要剪边呀 要缝边呀 我就稍微做的大一点 所以我的这个六边形的边 是六厘米 当然 五边形的边 也要是六厘米 这样的话 就这样的画 用笔画完了以后 照着这画的印去剪 你看这一条裤子 我前面还剪了一些 其他的那小的 所以呢 一条裤子 足够做一个标准的足球了 做这种颜色呢 不像那个黑白的 如果那个太明显了以后 你拿不出去 拿出去有点 有点有点太高调了吧 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 不管你把它当包包用 还是当其他的用 比较方便出门 不那么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 啊你看 就是像你学过的 这个数学啊什么 当时的那种记忆 和你以后的 真的不一样 就像我以前呢 我们以前考大学的时候 学现在数理化啊什么的时候 哎呦 觉得那挺难的 等我们大学毕业以后 我是学化学专业的 我再看那个中学的那化学 就觉得那就没什么内容呀 那么简单 为什么那时候都不会呢 所以好多的事 你回过头去再看的话 就觉得 其实 没那么难 所以呢 好多的事是需要消化 理解很多的事情 还要有一些人生的经历 所以同样一个事情 人这个随着年龄的变化呢 会有变化 那么今天我在 因为要做足球嘛 就查了资料 把足球这个事给大家唠叨唠叨 这个足球呢 它原来呢 其实本来并不是这个黑白两种颜色 最早的足球呢 它是那个皮子的颜色 到后来呢 是白色的 哪一年变成这个黑白的呢 是1970年 1970年是墨西哥世界杯啊 是首次通过卫星 向全世界进行现场直播 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当时的那个电视机啊 一般都是黑白的 所以为了是黑白的 你在给播那个白色的球 就看不清楚嘛 所以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就在原本的 那个白色的足球上 加上了黑色的五角形 这个设计啊 也可以说是足球历史上的 一个革命性的设计 但是呢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转播的技术不断提高了 电视机也都成了彩色的了 所以现在你看 足球也不完全都是黑白的了 各种彩色的足球 也都出现了 你不做的话 我是不可能了解这些知识的 所以做了以后呢 就想 为什么这个足球 一个圆球 我喜欢做六边形 那六边形 为什么不能够 把它做出来呢 不行 六边形 六边形组合出来 它就是一个平面 它不可能弯曲 所以就说 只有是六边形 加上五边形 这样的话呢 它这组合的角度呢 才能够完成 接起来呢 就接近一个球的形状 当然呢 就说你说 一定要用五边形和六边形吗 那用别的三角 都可以吧 都可以 只要那个连起来 那个角度啊 符合 小于 三百六十度 又接近 三百六十度 这样的话呢 连接起来 就比较漂亮 你平常你看的话 我们一般不知道的时候 就像我们小时候啊 觉得说 哎呦 那字典上说的事 肯定都是正确的 就觉得那字典上的事 都是 好像绝对的正确 当我们长大了 觉得那字典就是人编的嘛 也有错的时候啊 那小说也是人写的 写的小说的人的价值观 不一定是 就是绝对正确的 所以就说 你今天再反过来 再看这些 数学呀 物理呀 什么 你就觉得 哎 原来才知道这个足球啊 它的直径呀 也不是一个绝对数字 是 大概是 六十八到七十公分直径 所以呢 包括它的重量呀 还有气压呀 它都是一个小小的范围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值 所以这就是 好多的事呢 只有我们去实践 我们如果觉得麻烦 不去做 可能永远就 不知道 永远就是外行 我这么 说我要剪六边形 朋友给我留个言 说世界杯 我说 哎那我没想好 做别的作品以前 我先做一个这个世界杯吧 做一个足球吧 这足球做好了 也可以给里边装上棉花 做一个 那个 靠枕 当然 也可以踢着玩 我呢 刚才您已经看到了 我可以把它 当帽子的 带出去 现在做的有点大 可以调整一下 嗯 所以这个做这个的话 你听这个 亲戚这个 减压什么的声音 一个人啊 我觉得 这是一个减 减肥 或者说 瘦身的好办法 因为我这个人呢 是一个毛病 如果一旦决定 想做什么 那是 废寝忘食呀 所以呢 做的时间比较长 就一直在那 集中精力的做 不觉得饿 不觉得咳水 不觉得累 做完一看 哦 这么久的时间过去了 所以我要坚持 做下去的话 不仅可以把家里的 积压的那个 衣服能够用一个 有意义的方法 处理掉 而且呢 也可以 对自己减肥 有一个良好的 收效 这现在减好了 32张皮子 我现在是牛窄布 12张黑色的皮子 是五角 五角形 那我就用 12张黑色的 就是那牛窄布的正面 20张六边形 我就用牛窄布 反面 它有点发白的这一面 去组合 就可以了 有时候人做什么事 你看哦 你要是不接触的话 你永远都是外行 你比如说现在吧 现在这个疫情以后呢 我们很多的工作 都得在网上进行嘛 网上进行的话 你比如说我们当老师的去给人家上课 如果你以前对计算机 尤其是我是学理科的 如果是学文科的老师的话 就是过去如果你不太喜欢或者说很少接触计算机的话 现在就很麻烦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你看 开始上网课了吧 如果你对计算机熟悉的话 他说 用什么软件 现在软件还是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好几种呢 你只会一种 人家那公司 大公司规定 这个软件不行 人家要保障安全 要用一种新的软件 所以呢 你就要不断的去挑战 去学习 但是呢 当你有基本的常识的话 他每一种软件那个都大同小异吧 所以就不断的挑战的过程中 你就能够有所长进 有所成长 有所收获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说上了年纪以后 看现在减好了 全部减好 他就是这么对 你就对好像一个黑的周围 它是五边形嘛 所以他周围必须有五片六边形 那么六边形 一个六边形呢 他周围必须有六片 六片里边有三片黑的 三片和自己一样的白色的 这样对呢 它很难准确的排列 因为它们是连接起来 不是一个平面 所以你在这个桌面 这个平面上 就很难把它有规则的 无缝的拼接到一起 大概的排列一下的话 你就心里有数 从哪里开始 先从一个五边形开始吧 这个小剪刀 就是我那天去买的小剪刀 小的很 它就是剪线头呀 什么特别方便 你拿大剪刀呀 什么剪 或者是你缝错了以后 要拆的话 那个小剪刀特别用起来 很方便 我选的那个都是 这个牛仔布以为是棉的嘛 所以我选的那线 也都是棉线 比较粗 比较结实的棉线 所以就是线和那个布料的 那个质地比较好的话 就合的比较好 日语说那个 所以就合什么 还有什么和什么 那就是比较 相配吧 相配的话 它就比较协调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不仅是这个缝一个这个六边形 或者五边形 做一个足球的事情 其实好多的事情都 懂了大道理 小道理都是大道理的衍生品 所以呢 如果懂了大道理 学会了大道理 那很多小道理就不用去学 都很容易理解 就这么简单的缝 你又不会 但是你第一次缝也这么 一针一针 你不能连着缝很多 忘了带顶针 刚才那针也有点长 换一个合适的针 针太长了也不太好缝 把手扎了 针的长度要合适 还要带上顶针 工具也很重要 就这么合着缝 看就这么这样 往前推往前推 这样的话可以缝得很快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线一抽就容易抽嘛 所以呢 我觉得最后还是 一针一针缝 就缝一针 推到前面以后 再倒回去 就是缝那个倒针缝 这样的话呢 缝得又很平 所以也比较结实 就这么一针一针的向前推 慢慢的就越缝越好了 熟能生巧嘛 所以刚开始不习惯的时候 无论你是多么能干 多么聪明 一定都有一个过程嘛 就在这个过程中 不是过去说 那个手指头多动的话 有那个利语防止 那个老年痴呆症嘛 但是现在呢 你不光是手指头动 你还要动脑筋呀 还要想呀 怎么缝得更好 怎么缝得更结实 怎么缝得漂亮 怎么样设计图案 这好多好多的事情 你都得想嘛 所以在这个 又动手又动脑 对健康一定是有好处 而且呢 就是在这个 做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有时候会 想起过去好多的事 一个人静静的 比如说我们过去 上学的时候 学哲学 很多人都不太认真学嘛 因为不是专业课嘛 都是应付考试 那个哲学老师总是说 哲学很重要呀 你们学好哲学 对于你们学习其他功课呀 包括以后的人生都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 老师只不过就是 他是教哲学的老师嘛 所以他那样说 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 在想真是那回事 因为哲学就是一种 世界观和方法论嘛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那个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你的人生起着 很大的这个关键的作用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认识 了解这个世界 这个真的是 很重要很重要 决定着你自己 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比如说 就拿今天做这么一个小小的足球吧 那有的人也会觉得说 干嘛把布剪成一块一块的 又在一起缝呢 你做什么呀 做个抱枕 或者做个靠枕 那现在买也不是那么贵呀 对吧 很简单就买回来了 你还要这么费劲去做吗 所以呢 就说这个 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 怎么样来认识这个世界 或者怎么样的对待这个世界 自己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去生存 怎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所以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哲学固然很重要 所以不同的哲学思想 决定了你不同的人生样态 今天的世界的冲突 或者是说价值观的冲突 或者说是宗教之间的对立冲突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 它都是一种哲学的对立和冲突 这你看 这就是这么做着手工 聊着聊着 竟然聊到了所谓的哲学问题 其实我有时觉得 大道理和小道理都是统一的 有的人觉得讲那么多大道理 怎么生活中 哪有那么的哲学问题呢 其实呢生活中处处都是哲学 我们看世界 如果我们把那个每一件小事 一个一个具体都看的话 那太繁杂了 我们是应付不过来的 如果我们用哲学的观点 去看待世界的话 就会把很多很多的事情归纳 让复杂变得简单 这样也就轻松了 你看我现在缝的也差不多了 用运都把它运一运 因为那个最后运的话 它不是已经变成一个球体了吗 就不是太方便了吗 现在是一片的时候 稍微运一下 运一下再接着缝 因为它这是牛窄布嘛 这牛窄布呢 它就比较好操作 它不太容易起折 所以这个容易保持这个原来的形状 所以就是我运一运 也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 花那么大的功夫继续缝吧 说到这个把家里这个不用的衣物 或者说买来连商标都没捡的 这种新衣服 怎么样的能够把它妥善的处理呢 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 听一个广播节目 它那个有一个组织是号召大家 拒绝买这种廉价的物品 廉价的物品不是说不好 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现在的工业化的进展呢 就是说物美价廉的衣物越来越多 过去的名牌的呀什么的很贵 做工非常考旧 奶奶穿了妈妈穿 妈妈穿了女儿再穿 尤其像日本的和服 它就是几片布 所以呢它很容易把它拆了以后 再重新做成一件新的 所以呢就是说 现在呢当然人穿和服的日常生活中 很少有人穿和服了 除非是什么活动呀 节日呀 那就偶然穿了一下 还有就像那个日本的孩子的成人仪式呀 那有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租的 所以呢就是自己给自己买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么人家讲的是就是说 这样的结果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物美价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以后 你就很容易去买 买呢需要的时候 在家里连找都不找 所以呢就马上去买 买回来以后家里越买越多 当你想处理家里的东西的时候 一发哇这个还能穿呀 哎呦这个还新的呢 还又扔不掉 所以呢几乎呢好像就是 家家都有这样头疼的事情 那么人家讲的我觉得这挺有道理的 因为你这个廉价物品 它不仅是你浪费了地球的资源 就是你造一件衣服就要浪费 就要用地球的资源嘛 那你这个你又简单的不加思索的就去买 越买越多这个就垃圾越来越多嘛 那么处理垃圾的这个时候呢 也是对地球环境的一种污染嘛 所以人家这个讲究 号召大家拒绝去买这种 所谓的物美价廉的东西 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地球环境 在做贡献 你说他讲的是不是挺有道理的 那我今天如果说 我把家里的这个衣服都这么做 做出来一个一个的 比较独特的 又有实用 又有着过去家人用过的这种 情感在包括在里边 这样的话还有 我做这个手工的时候 我刚才不是说了 一种是你就是做的时间 你集中精力去做 好像你也顾不上去吃啊喝啊 就是好像吃那些 没必要吃的那些零食了 另外呢 你也不去那个闲的没事干 就逛商店了吧 逛商店看见 哎这个好呀 哎这个不错呀 这个也不贵呀 就很容易的把它买回来 你做这些的话 你可能就是没有时间去逛了 就是往回买的这个机会也少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说 是你要开始一个新的 那个兴趣爱好的话 我首先考虑 会不会给家里增加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是尽量的把家里的东西啊 如何的能够让家里的东西变少 变简单 让生活的这个环境呀 看起来很清爽 这是我现在的 要说哲学思想的话 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哲学观 边做针线边聊天 我们汉语说一举多德 或者一举两德 日语说一时两鸟 其实一时两鸟或者一时三鸟 其实早期的汉语里也这么讲 在日本呢 你发现呢 就是说很多日语常说的一些话呢 好像今天的汉语不太说了 但是返回来再去看呢 再去查的话 其实呢 它都是从汉语来的 汉语以前也这么讲 就像很多你比如说日语里边说 我们的走路的走是跑步 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 哎呦日本人学习汉字学错了 其实呢 我们过去的汉语里边走路的走 也是跑步的意思 所以如果说日语里今天的一些 那个汉语的单 那个汉字的单词的那个意思 和今天的汉语有差异的话 其实呢 日语呢 更是保持了过去汉语的原意 做好了 做好了 做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缝完 你完全缝完了以后的话 你就可能不太容易翻 翻到那个正面去了 这缝的这个这面呢 它是里面嘛 所以我要把它翻过去再做 等于就是最后一点呢 就翻过去做 你要缝的那口太小了 就不容易翻了 当然你要给里边做一个里子的话 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这不做里子 我就把它缝成一个圆圆的球 如果给里边装棉花也行 我没有打算这么棉花 我就把它缝成一个圆圆的球 然后把它压扁 它就成了一个半球了 那个半球呢 也可以做一个小框子 或者一个小包包 或者就像开头你已经看了 我准备把它做成一个帽子 帽子呢 因为我经常买帽子的时候 我喜欢卖戴那个大一点的帽子 但是好像很少 在日本呢 很少买到那个尺寸比较大的 也许我脑袋太大了 所以那57公分 好像一般都是57公分 直径的帽子 我戴起来总是觉得 不那么自在 所以自己可以这样做的话 今天我是这牛仔布的正反面做 下边可以创新啊 用其他的不同的 自己喜欢的颜色 或者说和自己比较合的颜色 因为那个最近不是人家讲 就是说 你的皮肤属于春夏秋冬 哪一个季的 所以你那个皮肤呢 决定了你 带的那个装饰呀 或者穿的衣服的颜色 就像你看别人 人家穿一个蓝色的衣服很好 自己一穿怎么就不合适呢 或者人家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很好 自己就不合适呢 其实呢 就说每红色也有不同的红色 就拿一个那个叫什么粉色 粉色也有不同的粉色 人家是讲的粉色里 是加了蓝的粉色 还是加了黄的粉色 这取决于你是属于春天的皮肤 还是属于秋天的皮肤 所以呢 就说 每个人那个 你符合的颜色不一样吗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现在好像就说 卖衣服的呀 或者卖化妆品的地方 它都有帮助你来看你 选择你判断你的皮肤 属于春夏秋冬哪一种 当然有的人也不完全是一个季节 还有属于两个季节的 就像那个有A型血 有B型血 也有AB型血 一样的 现在这个球缝的差不多了 还有这个边角料 就这种菱形的边角料 我们很简单就能把它做成一朵花 因为我这是个边角料 就这种菱形嘛 你用针用平针缝一下 把线再拉紧 它就变成了一个花瓣了 如果你是那个专门做花的话 你可以那个剪那个正方形呀 或者圆形呀 都可以把它对折起来 然后在那个毛边的一边 就这么平针这么缝过去 然后把线再拉紧 它就成了一个花瓣了 所以剪那个菱形 剪四边形 剪三角形 剪六边形 都可以积累很多以后 然后你拼接出不同的作品来 当然如果说你把它做花 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就剪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然后就用对折起来 把毛边用线这么一穿起来 拉起来 五瓣 六瓣 把它做成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这种 布的花 当然颜色呀什么 你都可以选择 大小你都可以选择 这样把这个花累积多了以后 也同样的可以在不同的 你认为衣服呀 包包商呀 其他的什么地方 你想装饰的地方 都可以装饰 我突然想起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 所谓生活中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目光 或者说眼睛 其实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说 生活中并不缺少乐趣快乐 丰富多彩 只是缺少我们愿不愿意动手 动脑去创造的这种 干劲 只要你愿意动手去做 愿意去思考 愿意放开目光去寻找 把我们人生几十年 对世界的感悟 用一种物质的作品 形式来呈现出来 虽然我们不是画家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 来记录生活 记录过去 创造生活 创造未来 这个其实也是 一幅很美的画卷吧 你看 我这个足球 因为那个尺寸稍微的留有余地 这样做出来呢 比真实版的足球呢 稍稍大了一点 真实版的一个足球 大家还记得吗 前面讲过了是直径是68到70公分 我这个可能有71公分或者72公分吧 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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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就是把它要做别的 怎么样 我喜欢戴帽子嘛 买帽子的时候 总觉得那个日本的一般都是 大也就是57公分左右 我总是觉得好像没那么自在 自己会做的话 自己会做的话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大小呀 自己喜欢的样式呀 这个我可以给底下 你把那后边把它就是编一下 或者是给穿一条那个松紧带呀 什么呀 就可以调整 还可以把它做一个小小的帽檐 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觉得挺有趣的 带个足球出去 如果是黑白相见的话 那有点人家猛一看 真的是足球 这个颜色的话 谁能想到这是牛仔裤做的呢 你说呢 怎么样 不错吧 一起加油 特别的期待 谢谢您的收看 快乐相伴 一起成长